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和他的身边都已有了人 礼貌客气 恍若初见 后来男友将我丢在深夜 我没有责怪 他恼怒质问我 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人 到底哪里值得你喜欢 我没有反驳 冷眼看他 就像你当初一样吗 十二月的深冬 雪下的比往年又更厚了些 我松了松姑锦的围巾 站在饭馆门口等方舟 自楼梯下来的说话声穿过寒冷的冬夜 直入我的耳朵 叫人不免烦躁 我叫了车 一会你先送师姐回去 还有 昨天吃饭的五十块 记得转我 稚嫩的少年音响起 语气略带夸张 挖明哥 你也太扣了吧 五十块也找我要 你怎么不找师姐要啊 少年的一声呼痛后 传来那道熟悉的声音 师姐在学校买单多少次 你怎么不算算 这次别想来 少年委屈得朝一旁的女生撒娇 师姐 你管管她 又谈我脑门 会谈傻的 二人都没忍住 琪琪笑出了声 带着宠溺 也带着见怪不怪的熟忍和无奈 分明很和谐的 却不知怎地 总觉得有些刺耳 直到二人先行上车离去 那股烦躁的情绪才随风稍稍散走了些 余光瞥见一个高挑的身影 朝我慢慢走了过来 和我并排而战 怎么一个人 方舟呢 我没有抬头 只是朝着方舟离开的方向偏了偏 买解酒药了 我等她 几年不见 酒精过敏了 繁杂的思绪稍稍顿了顿 才想起她说的 是方才饭桌上方舟替我挡下的那杯酒 我牵起嘴角笑了笑 她以为我过敏 替我挡着 随她去了 倒是你 几年不见 酒量渐涨 海鲜也能吃了 身旁的人似乎倾笑了声 朝着我稍稍靠近了些 寒夜冷冽的风 也被挡住了大半 嗯 现在能喝了 饭馆门口的光线 其实并不算亮 为二的两盏灯 也像是约好了一样 集体扑闪 寒夜重新变得寂静 两道忽明忽暗的影子 各自站着笔直 像是两条无处相交的平行线 生生用六年隔开了从前 她说 好久不见 直下 我回 好久不见 江明哥 我和江明家住对门 他比我大三岁 算是带着我一起长大 很小很小的时候 我挺喜欢跟着他的 跟在他的屁股后面 每天都有听不完的故事和冒不完的险 后来长大了些 他开始变得有些讨厌 讨厌他总是说我笨 压着我在楼下的石凳上 一坐就是一晚上 非要做完了作业才能上楼 讨厌他总是爸妈口中隔壁家的小孩 让我学他乖巧又懂事的模样 其实他们不知道 他分明自大又臭屁 还爱欺负我 再到后来 他的身边出现了一个女生 是楼上新来的邻居 住在胖子对门 他漂亮 懂事 学习好 讨同学和老师喜欢 也讨大人喜欢 自那之后 隔壁家的小孩就多了一个 就连江明都说 他不像我 总是让人操心 我有些生气 却又没什么底气 因为他说得对 我学习不好 又不漂亮 也不听话 比不上人家 所以初二开学 我不服气地和他打了个赌 等我哪天考到第一 他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夏日晚风拂面 我坐在江明的自行车后座 秀着他校服随风荡起时 散出阵阵洗衣液的清香 听他爽朗的笑声 透过风传进我耳朵 他说 好啊 等你什么时候考到了第一 随时来找我 那时我天真的以为 我们的后来还有很长 直到我满心欢喜地带着初二期末成绩去找他 才知道熟悉的大门 再也不会有人来开 爸妈说 江家昨晚搬走了 在我和朋友去游戏厅庆祝期末结束的时候 胖子说 楼上的漂亮女生也走了 在江家搬走的时候 那天我拿着成绩条 在楼下的石桌旁坐到了傍晚 也没有等来江明的一条消息 我那会儿就在想 他早说要走 其实我也没有非要去游戏厅 那里的游戏也不是非玩不可 其实也就一般 但他什么也不提前说 搞得我很想送他一样 其实他这么多年真的也很装 每次考试都是第一 显得自己牛气哄哄的 就连走都要走得这么酷 一个道别都不给 后来我又想 他这人人品也不太行 说好考到第一就答应我一个要求 却也一声不吭地食言了 所以那天直到太阳落山 我才终于想起来 就着夏日的晚风一同骂他 骗子 如今这个骗子 时隔六年再次出现在了我面前 许是感应到了气氛尴尬 方舟的电话和楼上的老师同时出现 打破了夜里的沉寂 之下 起雨摔伤了 我送他去医院 你一个人 没事 我打车 没等方舟说完 我惯性地替自己做了合适的安排 你照顾他 不用担心我 对面是一声匆匆地抱歉 继而挂断了电话 和方舟在一起快两年 他好像总是如此 总能有紧急的事情 也总能毫不吝啬地 一次一个抱歉 我切换软件准备打车 身后响起江明的声音 方舟让你自己回 我转过身 今晚第一次证实他 扑扇灯光下 棱角分明的脸 似乎并没有沉淀下岁月的痕迹 清澈的眼眸如今变得深邃 隐在晦暗里看不太清 一副银丝矿眼镜架在鼻梁上 趁得他越发沉稳和贵气 借着不太明亮的灯光 我轻轻扯了一个礼貌的笑 对 我打车回 你们先走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江明似乎有一瞬间的簇眉 但又很快消失不见 他和车里的老师说了两句 起身看着我 那和我们一起吧 我们宿舍和你们离得不远 我先送老师 再送你 我抬手想说不用 车窗里的老师 却在此时探出了头 小姑娘 上来吧 这小子就是操心的命 你不上来 我们两把老骨头 怕是也回不去了 我知道老师在说笑 毕竟自小尊敬师长的江明 不可能会让老师等着他 所以我想出口拒绝的 江明却好像看穿了我的想法 赶在我之前说 我会 空气像是静止了 车里的老师也不催 就那样静静等着我们俩 最终我还是拗不过 跟着江明上了车 一路上 半喝醉的两个老头侃侃而谈 从项目的伟大设想 到现实的种种阻碍 仿佛在饭馆楼上的谈话 还没有尽兴 非得在这个夜晚 一下说个痛快 我在副驾望着窗外 有一搭没一搭地听着 直到他们的话题 不知何时转到了江明的身上 我才好似下意识一般 收回了飘远的思绪 侧耳听去 要说你们江明 那是真优秀啊 长得又好 能力又出众 放眼长青大 多少女生排着队 也跟他说不上两句话 嗨 这小子就是个木头 成天端着张生人物镜的脸 也就你手底下的施敏能 和他待一块 换了别人可受不了 要么说我们投缘呢 就连底下的门声都合得来 抬眼的时候 我和江明在后视镜里 碰了碰视线 又匆忙收了回来 后面再说什么 就听不太分明了 只是回想起 当初一起不告而别的他们 确实不管六年前 还是六年后 都很般配 送完老师后 车里又恢复了饭馆门口的宁静 直到车子停在宿舍区的门口 我才发现江明跟着我一起下了车 软件现在可以改目的地 直接坐回去就可以了 江明的神情有些疑惑 而后变得似笑非笑 国内的打车软件 我还是用过的 送你到楼下 我在打车回 江明似乎对送女生回宿舍这件事 格外坚持 哪怕我说 十一点的宿舍区 正是热闹的时候 来往都是打水和回去的同学 他也依然装听不见往里走 后果就是短短几百米的路 我和他就像是被迫走进动物园的喉 到处都是好奇的目光 周运刚打完水出来 揣着看戏的脸 被我一把逮个正着 我和舍友一起上去 你回去吧 注意安全 江明没有多说 切换自如地挂上一副 人畜无害的笑 留下一句有空再聊 就转身离开了 直到他走远看不见 周运才兴奋地将我一路 从开水房拽到了宿舍 紧闭大门 两眼放光 鱼之下 刚刚那人是谁 我怎么不知道 咱们学校除了方舟 还有这样的大帅哥 你都没看到 刚刚你俩的回头率 那简直比当初 你和方舟走在一起还要高 我无奈地歪了歪头 以前的一个邻居 到咱们学校合作项目的 晚上本来约了方舟爸妈吃饭 没想到和他们的项目聚餐状了 就一起吃了 周运眼睛瞪得老大 你这个邻居 该不会是那个顶级数学天才江明吧 数学系的最近都在传他要来 也没见个动静 居然是真的 他可是被誉为 全球最有潜力的年轻数学家呀 才刚上大四 就是好几个大型项目的核心研发了 我起身脱下外套 不情不愿地应了声问 虽然从小不服江明老说 我笨 但不得不承认 他确实是个天才 老师讲过的提他 一听就会 许多未曾学过的知识 也是一点就通 人人都说他是城北中学最有希望的高考状元 但谁也没想到他在高二的暑假突然转学 从此毫无音讯 周运的八卦还在继续 那晚上你看见他女朋友了吗 听说是长远集团的小千金 又漂亮 成绩又好 和他超级配 我挂好外套 拿上洗漱用品 见到了 是很漂亮 很登对 甚至比我贤惠得多 亲手给他包了一晚上的霞 身后的周运还在大喇叭的 和人分享自己得到的一首消息 我已经开了门出去了 南北交界的宿舍区没赶上暖气安装 楼道里的风像是穿了膛 将人吹得更加清醒 口袋里的手机震了几声 我掏出来看了看 才发现胖子突然拉了个裙 手机屏幕下方的小红点也格外醒目 是一条好友申请 验证消息是江明 第二天一早 我就被周运的哀嚎声吓醒 立马将他送去了医院 天哪 你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 太丢人了 我笑着扶他起身 再不走全校都知道了 两年的老学姐 下床还能扭到脚 刚走到诊厅门口 他又开始不安分地拍我的手 哎哎哎 那不是方大学霸吗 循着他的视线看去 确实看到了方舟 他还穿着昨晚吃饭的衣服 提着早餐往住院不走 高冷学霸对摄友也这么好啊 一大早买早餐送去 我扶着周运的身体 强行转了个方向 别看了 现在回去我还能赶得上替你上课 周运小猫似的往我身上孤勇 那还是我们鱼大学霸更好 从宿舍区进去的时候 正好碰上去上第一节课的大不对 周运拼命地缩在我怀里 企图用凌乱的头发挡住自己的脸 却在捕捉到人群中的企羽时 不顾形象地一把抓住了他 企羽 你怎么在这儿 企羽被他抓得吓一跳 进而看到他被包住的脚踝 幸灾乐祸道 你腿都瘸了 还管我在哪儿呢 我这社会无好青年 当然是准备去上课了 周运转头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企羽 你没受伤住院 其羽像只被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就着了 呸呸呸 我可是校队短跑种子选手 集训临时取消了而已 你怎么能诅咒我受伤呢 真是毒妇 说完也不等我们开口 做了个鬼脸就跑走了 留下周运一脸惊疑地看着我 之下方舟他骗你 方舟说谎了 两年来第一次 比起周运疯狂输出的劈腿言论 其实我更关心他为什么要说谎 坦白讲 在大一开学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 我和他的相遇就好像是被强行安排好的一样 不管是在图书馆 选修课 食堂 还是路边的小滩 次数多得数不过来 他在别人的嘴里 分明是那朵谁都触不到的高岭之花 偏偏被我毫不费力地拿下 人都是有虚荣心的 帅气 多金 数学系的细草 无人可超越的学霸 都是大二的他身上有的标签 所以在他拉着我上情人坡告白时 我没有犹豫地答应了 自此 我和他也成了学校的模范情侣 一起吃饭 一起上课 一起组队参加比赛 大家都很羡慕我有个完美男友 但他似乎太过完美 像是设定好的程序 任务是爱我 所以在得知他骗我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居然是觉得 有点意思 当天下午 人来人往的医院休息区内 我和方舟坐在花丛旁的长椅上 她是我一个高中同学的妈妈 被丈夫家暴后离了婚 一个人住在南市 昨晚她突然摔倒 打给了我 我一时着急 所以扯了一个并不高明的谎 我没有否认 其与受伤这件事 太容易露出破绽 不像她平日里处处周全的性格 那你同学呢 方舟低着头 静静地看着地面 她死了 话到这里 我能猜出个大概 帮助朋友的妈妈 没什么大不了的 但如果要撒谎 避着我 那至少说明 她不想让我知道 朋友妈妈的存在 或者说 不想让我知道 她那个朋友的存在 她的朋友 也许酒精过敏 也许爱吃香菜不吃葱 也许喜欢兔子而非狐狸 也许曾经和她一样 是个学霸 约好一起上南大 所以在她走后 方舟在大二 见到了刚进大一的我 为我既定了 所有属于她的喜好 而我不去探究 照单全收 成了她最完美的替身 方舟仍旧垂着头 不知道是在懊悔愧疚 还是在难过回忆 我往后靠在椅背上 抬头看着天空 拍了拍她的背 那方舟 我们扯平 扯平了 护为替身的我们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胖子的群消息 已经聊了九九家 定位到爱特我的第一条 是江明的消息 你受伤了 怎么去医院了 我和方舟聊的半小时里 江明自己打探到了消息 自己回复了自己 没事 听说了 是你摄友受伤了 胖子打小听风就是雨 上下嘴皮子一碰 就是废话一堆 吓死了 我说就两天没打电话 这怎么还受伤了呢 话说之下妹妹 明哥好不容易回来 你俩不聚聚吗 江明 昨晚聚过了 和他的男朋友一起 哦 明哥这次待多久 还走吗 江明 待两个月 没毕业 毕业了回来 回来工作吗 江明 打算 那好啊 之下妹妹之前还说 打算在南市工作呢 你俩正好一起 江明 那很巧 我打算在南市 我 不巧 我准备去北市 转眼一过半月 圣诞的氛围也逐渐浓厚了起来 自从上次和方舟聊过 我和他就像是默契的队友 仍旧维持着从前的样子 江明的好友申请我一直没有通过 他就像是突然间又闯回了我的生活 每天都在群里硬喝胖子的喋喋不休 周运的扭伤本来都要好了 又被齐宇机的绕操场跑了两圈 彻底复发 我架着他的腿替他更换绷带 嘴上还是没忍住唠叨他 你和齐宇 我看也是挺般配 一个下大雨坐引体向上 一个瘸着腿跑八百米 你俩不好死对方 是不是不甘心 周运满脸都是不服气 笑话 我能让他耗死 当着我男神的面损我的腿就算了 还想当着我男神的面背我 谁吸的他背 我当场跑八百米 证明我腿一点毛病没有 我摇着头 将他的腿放在一旁的凳子上 洗手回来后 发现群里多了条回复消息 学校北面有条中路街 都是当地的特色小吃 吃完后可以去隔壁的中庭老街逛逛 晚上人少 适合饭后散步 刚将大神群里问你了 说你和方舟一般圣诞夜都去哪儿 我替你回了 不用谢 平日我和周运的手机不设防 偶尔看到一些无聊的群消息 也会顺手回复 我看着上一条江明艾特我的消息 问我男士的情侣 一般圣诞夜都去哪儿 我随手搜了搜当地的约会圣地帖子 发到群里 显然他并不满意 想了想 我又加了条 还是得看你女朋友喜欢哪里 喜欢热闹的话 这个不合适 江明 OK 当天晚上 我和方舟准点一起吃过饭 照例在中庭老街上散步 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 他从包里递给我一个苹果 看他们都送这个 顺手拿了一个 希望你能平平安安 我笑着接过 放进自己的包里 方舟的他大概死得很遗憾 所以在方舟的眼睛里 我才看到了 他真的希望我平安 但是老天有时候 就是喜欢捉弄人 清冷无人的街道上 突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人影 将方舟裤袋里的钱包 一把抽出后迅速逃走 好巧不巧 暗处不知哪儿来的野狗 也在此时冲了出来 对着我呲牙咧嘴狂吠不止 一只野狗的叫声 煞时间带起一片犬吠 那声音像是萦绕在我的周身 顷刻间放大了无数倍 一声又一声地刺激着耳膜和心脏 我下意识地抓住了方舟的胳膊 像是水中窒息时能抓住的唯一一根浮沫 但他的神情是我从没见过的慌张 慌张到甚至听不见我说的害怕 一把拽下我抓着胳膊的手 朝着小偷逃跑的方向追去 昏暗的灯光拉得影子斜长 在那影子的尽头 就站着那只留着哈拉子的野狗 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打仗的双腿 面对着野狗一步一步后退 直到背部抵上了墙 才发现自己净退到了巷子里 借着灰暗的灯光 我企图将自己淹没在黑暗之中 凭退所有关于我的气息 但收效甚微 转角的巷子口 野狗的身影缓缓现出 双眼如同地狱的照灯 精准又可不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 手指停在方舟的名字上 却迟迟摁不下去 眼看着野狗的影子越来越长 和我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遥远的记忆渐渐和现实重叠 直到巷子口那道熟悉的身影出现 我才彻底唤醒十年前那段血腥的回忆 一样是无人的深夜 一样是群起的犬吠 我在十二月的寒夜之中 抱着书包蜷缩在满是恶臭的垃圾堆里 企图用垃圾藏住自己 藏住属于我人类的气息 但我失败了 一条又一条的野狗 是垃圾站的主宰者 它们的鼻息 能够精准地分辨出 人类与垃圾的不同 在越来越近的气息之中 我抡起书包 从垃圾堆里冲了出来 将面前的野狗打退了几步 年仅十一岁的我站在它们面前 第一次告诉自己 不要害怕 正是每一条狗的双眼 这很有效果 三条野狗 似乎也在察言观色 感受着我的气压 但装腔做事 终归是短笑的 很快它们就发现 我只不过是个 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而已 飞舞的迎虫 似乎在给它们庆贺加餐 不住地往我的脸上身上飞来 引得我忍不住呕了出来 只这一秒时间 野狗就像抓住了我的气口 一冲而上 猙獰的面目 已经提前发出了胜利的嚎叫 我没有了再次反抗的勇气和力气 任命地抱着书包原地蹲下 如同鸵鸟一般 将头深深埋进自己的壁弯 祈求死的时候能够最后再咬我的脸 但预想中的撕咬并没有落在我的身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声少年的怒吼 当我猛地抬起头时 面前是一抹将我完全笼罩住的暗影 以及校服背后鲜红的城北中学 躲在我后面 不要怕 熟悉的声音自头顶传来 我知道有人来救我了 我从营虫与恶臭之中重新振作 却在刚起身时看到被啃食下一块肉的手臂 鲜血横流 触目惊心 我几乎是当场大喊出声 眼泪不受控制地开始往外涌出 仿佛比我自己死了还要更难受 手和身体全都止不住地颤抖 纵使是强迫自己镇静 也还是无法控制自如 十四岁的江明就那样毫无畏惧地站着 手中握着一根木棍 如我刚才一样 死死盯着每一双野狗的眼 十二月的寒夜里 他的脸上已经不停地渗出痘大的汗水 嘴角却还顽强地牵起弧度 丝毫不肯认输 别哭了 我没死呢 我打过电话了 大人一会就到 我能撑得住 二对三的战局让对面的野狗有了些忌惮 但每一秒都像是一年那么漫长 终于在不知道过去多久时间后 远处传来了大人的声音 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两个男人抄起木棍就冲了过来 朝着三条野狗丝毫不留情的一棍又一棍 终于让呲牙咧嘴的他们哀嚎着落荒而逃 而一直死撑的我和江明 也终于在两位妈妈的呼喊下 卸下所有的力气 逐渐失去了意识 鱼之下 一声响彻横道的呼喊 将我从回忆中强行拉回 瞬间惊醒 我定神望向此刻的巷子口 二十四岁的江明正逆着光奔向我 就像十年前那样 将我笼罩在他身后的暗影之下 躲在我身后 别怕 和当初一样 一样的话 一样的身躯 看着面前和十年前重合的背影 我没忍住上涌的满腹委屈和苦楚 眼泪不争气地又自己掉了出来 我承认自己太懦弱了 十一岁的鱼之下控制不住这样的情绪 二十一岁的鱼之下也一样 野狗的叫声比刚刚更加猛烈和急躁 我胡乱擦干脸上的汗水和泪水 扶墙起身与江明并排站着 企图从四周找到一件衬手的武器 但巷子里太过干净 唯一能有点攻击性的 竟然是我此刻正摸到的包里的苹果 我没有犹豫地拿了出来 一双眼和江明一起死死盯住眼前的恶狗 那骨鸡到全身都颤抖不止地害怕 仿佛在请客间已消散殆尽 恶狗慢慢地朝着我们靠近 一点一点试探着我们双方的底线 江明看了看我手中的苹果 轻笑一声 呆着别动 话音刚落 一跃而起的野狗就合 往前冲去的江明 撕打在了一起 谁都不落下风 但棍棒的挥舞由起落停滞 野狗的扑石却在毫秒之间 眼看着江明的棍子落下走了空 下一秒 手臂就被恶狗死死咬住 甩脱不开 我再顾不上他的嘱咐 拿起手中的苹果用力砸向野狗 正中他的右眼 疼得他一下放开了嘴 趁他不被知时 我一把夺下江明手中的木棍 将他护在了身后 朝着野狗的头部 死死打了一棍 重击之下的他四世 终于承认自己输了 乌业哀嚎着仓皇而逃 留下一地的鲜血 手中的木棍松开脱落 我在几秒缓冲之后回过神 立马转身查看江明的伤势 同样的位置 本就布满疤痕的地方 此刻又添了新的肯涅伤口 一小块肉脱离了组织 哒啦地挂着摇晃 本就灰暗的灯光之下 江明的脸色惨白不堪 看不出一点血色 刚刚压下去的那股害怕和不安 又再次袭来 带出的眼泪 怎么都擦不干净 模糊了所有的视线 我掏出手机 想要拨打急救电话 但越是着急 手就抖得越厉害 眼泪就越是收不回 几次都没能打出去 江明按住我的手 发出的声音 已经开始虚弱 别怕 我来 他抽出我手中的电话 准确地拨打了120 并抱出了当前的位置 我看着他的伤口 低头一遍遍地说着 对不起 江明靠着墙壁 抬起另一只手 将我的头慢慢撑起 满眼都是安抚 看着我 别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好吗 十年前我不会 十年后我也不会 江明的伤势不清 在他倔强的拒绝之下 我还是给他办理了住院 真不用 手上的伤 腿又没毛病 医生 我是家属 他脑子不清楚 听我的 直到他躺上病床 我一直加速的心跳 才逐渐平息下来 落在了实地 十年前那场恶斗结束后 晕倒醒来 我满医院哭着找江明 据我妈的回忆 当时全世界都以为我死了 爸 一个名叫江明的爸 而当终于被带到江明的病床前时 我哭得更厉害了 吓得床上正在吃苹果的他 愣是一口都不敢再吃 往后那几年 一旦和我半嘴 他就拿着是说我 还有你当时哭的 我都不想说你 知道的是我就你受了伤 你感激涕零 不知道的 以为你给我哭丧呢 每次都能招来我一顿打 现如今同样熟悉的位置 他躺在病床上 啃着我给他削的苹果 我坐在病床旁边 却固执地不肯开口说话 江明有意无意地开始清嗓子 一次不行清两次 两次不行清三次 直到我抬眼瞪他 他才舍得消停会 哎 你这也不是对待病人的态度啊 哪有对着病人吹胡子瞪眼的 还不如你当时给我哭丧来的可爱 我将心削好的苹果一把塞进他的手里 胡说八道什么 他却好像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乐得不行 这样才对吗 我常常探出一口气 心里分明是知道的 不管是十年前还是十年后 江明都算是我的救命恩人 但每当想起他不声不响消失了六年 一次都不联系我 还是会让我觉得憋屈和难过 在他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我几乎靠着下意识的习惯 在学习和生活 下课的教室窗外 不会再有催我收拾书包的少年 回家路上也不会再有专属于我的自行车后座 楼下空荡荡的石桌和石凳 也在没有不服气的我和非要教我做会数学题的他 胖子没心没肺地骂了两句不够义气 但该吃该喝该玩乐 一点不耽误 仿佛只有我被困在曾经以为还有很久 却突然间戛然而止的那段记忆里 一遍一遍回忆 企图找出他要离开的蛛丝马迹 也根本找不到 那份情斗初开始 懵懵懂懂才明白过来的暗恋 终归随着他的杳无音信 一点一点埋进心里 再叫人看不出来 当晚江明拒绝了我陪床的请求 以哥哥的姿态义正言辞地提醒我 女孩子家家 不要随便跟男人在外面过夜 我没忍住翻了个白眼 干脆利落地走了 第二天一早去的时候 正巧碰上从病房出来的湿敏 手上提着热水壶 自那天聚餐之后 我和他没有再见过 也没有再说过话 六年后的他 退去了高中时的青涩 一双大眼 如同当初一样 看着我温和地笑 笑意却不达眼底 妹妹 好久不见 我礼貌地回忆一个笑容 好久不见 学姐 在我初二开学前 他转到了江明的班级 也住到了我的楼上 但我那会儿就不喜欢他 他和江明一样 是老师眼中的乖乖学生 家长眼中的懂事小孩 他会跟在江明的身后 争着付钱 给我买棒棒糖 江明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 之下 姐姐买给你 也会在我即将坐上 江明自行车后座的时候 不动声色地将我往后拉开 之下 姐姐腿伤了 今天能蹭下你的专属座位吗 我那会儿脾气挺差的 想直接说我不乐意 但话到嘴边又没有说出口 毕竟那是江明的车 并非真的专属于我 所以我忍了忍 想着算了 一次而已 可他最终也没能坐上 在我脑子里还在想着退一步的时候 江明就开口了 腿伤了可以坐救护车 我车后座太颠 不适合你 于之下 愣什么呢 上车回家 那天的晚风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惬意 所以我和他做了第一名的约定 可惜最后也没能实现 昨晚谢谢你的照顾 我早上刚知道他住院 所以来晚了 你有事可以先去忙 这里交给我就好 我抬眼和师敏四目相对 世界仿佛静止 又好似无声地喧闹 最后我先别开了眼 滴滴应了声好 少年时的暗恋 总是千丝万缕 但现在站在江明身边的是他 我进到病房里 将买好的粥放到桌上 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碗 顺手买的 算是你救我的谢礼 但也可以不喝 江明没说话 直到我转头看着他 他才挂上那副人畜无害的笑 喝 怎么不喝 但我手受伤了 可能不太方便 我姐袋子的手机不可查地顿了顿 又完美地遮掩了过去 一会学姐回来 她可以帮你 今天我就不来了 还有课 和方舟也约好了去图书馆 虽然没有看江明 但我总觉得身边的气压 似乎一点一点在降低 你和方舟还没分手 我低着头打开塑料盖 没有 他昨晚就是下意识追小偷 平时对我挺好的 也不知道我怕狗 江明的声音带着怒气 听上去就像是质问 在一起两年 都不知道你怕狗 还说他对你挺好 能把你一个人丢下的人 到底哪里值得你喜欢 我将勺子插进粥里 没有反驳 抬头冷眼看着眼前的他 就像你当初一样吗 其实问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后悔了 青梅竹马的暗恋 到底是我自己心里 萌发出的心芽 还没有向上抽枝 就被我强行摁了回去 对江明来说 我只是他人生的 众多过客之一 他有权利突然离开 不需要对我有任何的抱歉 就像当初他离开后 我问过胖子 你不伤心难过吗 你不怪他吗 胖子比我大一岁 揣着一副哥哥的姿态 有样学样地教育我 于之下 人要学会离别 江明有他自己的人生 不可能和我们待一辈子的 所以如今我的反质问 多少显得有些咄咄逼人 病床上的江明 有一瞬间的愣神 六年前我 开玩笑的 我擦了擦手 微笑着给自己找步 下午我确实有课 但你毕竟是救我伤的 明天我会来接你出院 和方舟一起 病房门口的师民 带着孝走进来 我和他视线交汇后 默契地转开 那学长学姐 我先走了 走出医院的时候 我给方舟发了消息 还有一个半月 再陪我演一下吧 好 还有 抱歉 第二天上午 我和方舟一起接江明出院 车到江明宿舍楼下的时候 师民准备下车送他上楼 被他一口拒绝 于之下 你送我上去 我手开不了门 车里安静得可怕 师民放在门坝上的手 定定地停在原地 转头看着我 那眼神似乎在提醒我 别忘了昨天他说的话 方舟透过后视镜 和我目光交汇 随后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将副驾的江明 一把拉了出去 我送你 两人扭着怪异的姿势 一同进了楼 车里就只剩下 我和师民安静地坐着 我和肖哲跟江明的关系 跟你们差不多 大学那几年 基本同吃同住 一起成长 听说江明这次是为了救你 才受伤 以后还是要注意点 他的手是用来解决 顶级的数学难题的 也是用来为世界顶尖企业的项目 贡献价值的 很珍贵 我爸是长远集团的董事长 准备在国内开分公司 如果你毕业想进长远 可以来找我 我替你安排 明里暗里 话里话外 极尽贴清我和江明那点 微不足道的羁绊 甚至挂出世界前一百的集团招牌 让我明白自己和他的差距 并非眼前而已 自江明走后一年 我也顺利考上了城北高中 开始留起长发 开始和朋友学着打扮 出落的比从前好看了不少 因此在整个高中生涯里 我见到了不少所谓早恋情节下 带来的争风吃醋 甚至是互相陷害 所以施敏的每一个眼神和动作 每一句台词传达出来的意思 我半分都没有落下 但这不代表 我就该甘愿受着 我没有看他 眼神望着窗外天空飞过的孤雁 坚定而又缓慢地开口 学姐 南大是国内排名第一的综合性院校 王牌专业有两个 一个数学 一个金融 上次见得匆忙 没来得及自我介绍 南大金融系唯一连续的两年国奖 在我的名下 一年前 我和方舟组队参加世界金融模型大赛 不巧打败了你的队伍 拿了金奖 比赛结束后 长远总裁亲自送来毕业后的预定 但我和方舟都没有接 我不是你眼中 只会跟在江明身后要糖吃的妹妹 也不是需要依靠别人 来攀到高知的龙中鸟雀 如果你们在一起 这件事 还会让你对我感到如此不安 那你该做的是抓紧它 而不是推走我 孤雁飞去 我开门下车 视线追寻着她离开的方向 所以学姐 看好江明 否则哪天等我回头 你大概不是我的对手 我关上车门 拿出手机给方舟发消息 麻烦你送师敏回去 我自己走走 老城宿舍区的周边 都是没有开发的荒地 杂草丛生 树木凋零 借着十二月末阴冷的东风 我才将方才脸上腾起的温度 渐渐散去 坐在无人打扫的石凳上 手机又开始阵阵响动 Adam X明哥受伤了 手臂受伤图 看到你的朋友圈了 江明 嗯 野狗咬的 没关系 不痛 哦 姨 怎么可能不痛 怎么伤的呀 江明 没怎么 半夜闲着散步 救了只猫 我 不好意思 救我伤的 那之下你照顾明哥吗 毕竟是因为你才受伤的 不确定你有没有良心 瞒瞒瞒 我 他有人照顾 不用我 江明 嗯 江明 烧水壶 江明 想烧水 一只手 打开水龙头事件 和拿水壶事件互斥了 我 热知是 只要你把水壶放在水龙头底下 两个就是独立事件 江明 嗯 江明 外卖盒点具辟具 江明 外卖盖子 一只手 硬力过大 拆不开 明哥你太惨了 没了一只手 还能正常生活吗 江明 没关系 应该可以 还得赶项目 也没时间多休息 江明 没事的 不过是一个人而已 习惯了 江明 吃不上饭 饿着也挺好 脑子清醒 看资料更有条理 江明 有人拍门 我去看看是不是野猫 缺失的六年时间里 我深度怀疑江明的精神状态 换在从前 他绝技演不出如此茶香四溢的文字 我从荒凉的亭子一路走回江明的楼下 看着他越发无赖的消息 还是没忍住上去拍了拍门 江明开门的一瞬间 我直接掠过他往餐桌走 打开外卖盒 放好勺子和筷子 面无表情 可以了 吃 江明关上门 歪着头靠在门边 一张清俊的脸 似笑非笑 吃完了怎么办 一只手 系不了塑料袋 我闭眼深吸一口气 垃圾不用那么讲究 扔都扔了 你还管系不系干什么 江明从门边离开 拉开椅子坐下 左手拿起勺子 咬了一口 直接掉在了桌子上 啊 掉了 江明你故意的吧 你左手又没受伤 拿个塑料勺子费你多大劲 你六年没回来 可能不了解我 现在的我 脾气比以前更差 生气了会骂人的 而且现在 你我都有对象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让人看见了 指不定怎么编造 你就待两个月 别给我惹这些 有的没的麻烦 江明猝着眉头往后一靠 像急了六年前 那副放荡不羁的少年模样 他轻轻一挑眉 谁说我有对象 你和施敏 没有 在国外这六年 没有恋爱 江明的眼神紧紧盯着我 叫我没办法不挪开 躲避他的视线 就算你没有 我也有 我和方舟恋爱两年 郎才女貌 感情稳定 毕业后 就准备结婚 江明沉默了两秒 方舟不适合你 她的心里有别人 我中眉迎上她的视线 你调查她 犯不着 你没来的那天 她来看过我 随便激了两下 她就露线了 江明起身朝着我走来 带着些身高上的压迫 之下 作为从小看着你长大的邻居哥哥 我不反对你恋爱 但至少对方得对你一心一意 对你负责 方舟她做不到 和她分手 好不好 换一个谈 我从来没觉得 男女体型的差异 会带来如此大的气势落差 与恶狗对峙时 我只觉得江明身躯伟岸高大 带来无限的安全感 而此时 我被逼着背底大门 抬头便是江明 撞入心底的眼神 周身都被圈禁在 一方小小的空间里 动弹不得 手心开始不自觉地出汗 心跳也不受控地 逐渐紊乱加速 脑中闪过六年前 和她的点点滴滴 最终定格在了 她再也没有回复过的聊天框 最后一条消息 是我告诉她 我和她一样 考上了成北 思绪一点点回笼 我强迫自己冷静 慢慢推开眼前的江明 五年前我考上成北 四年前我进ICU 三年前有人当众跟我告白 两年前我考上南大 一年前我横跨半个地球 去M国参加比赛 你说方舟丢下我一个人 但我人生二十一载 唯一没有缺席的 只有我爸妈和没心没肺的胖子 江明 你有什么资格劝我分手 我转身打开大门 如果实在搞不定 我会替你找护工 项目组回甘国那天 我会去送你和方舟一起 自那之后 江明像是再次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 毫无消息 胖子的群里只剩下她一个人 每天唠叨不止 但不管怎么爱特江明 她都再也没有回复过 直到跨年夜当晚 胖子突然飞到了南市 叫我去接机 趁着元旦放假过来 找你们玩 不打扰吧 我说打扰你能走吗 那不能 我嫌弃地转过头 看着窗外经过的热闹夜景 飞驰而过 刚和方舟交往的时候 她邀请我一起跨年 我们站在人声鼎沸的广场上 看着大屏幕倒数 看着气球瞬间铺满整个广场 那会儿我在心里想 江明是不是也会在 十二小时后的遥远国度里 和施敏一起倒数新年 跨过一次又一次 明哥最近项目很忙吗 怎么群里发消息都不回了 私聊他也是回得又慢又少 我摇头不知道 我问他今晚啥安排 也没回我 你晓得吗 我摇头不知道 那他元旦假期不知道 胖子现在不胖了 高高瘦瘦的 垂人还是一样的疼 撕 干嘛呢 疼死 一问三不知 我在北市都比你了解他 我翻了个白眼 那不是很正常吗 我又没和他聊天 也没和他撕下去 我说你别学江明那副样子 自从他走之后 你莫名其妙越来越像他了 欠揍 胖子安顿在酒店后 威逼利诱让我独自去找江明 把他带来会合 我走到江明宿舍的台阶下 正巧看到师敏站在门口 手中还拿着刚拔出来的钥匙 他站在离我几级台阶的位置 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来找江明 他回国了 没跟你说吗 回得但国 我没有表情 语气平淡 哦 知道了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 习惯了 我转身想走 身后的师敏 却好像有什么不甘心 又把我叫住 上次你说 只要你想回头 我未必是你的对手 于之下 你高估了自己在江明心里的地位 也低估了这六年 我在他身旁的陪伴 你从来都只看得到 他光鲜亮丽的一面 他是个天才 他帅气 有钱 事事周到 但如果有一天 他不再站在顶端受人仰望 他倾家荡产受人践踏 你还会再喜欢他吗 我会 我从不嫌弃他没落后的委屈求全 我求着我爸去帮他 这才将他重新拉到了如今这个高度 而你呢 你在他最需要金钱和陪伴的时候 一样都给不到他 这些你都不知道吧 因为江明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压根就不想告诉你 跨年的夜里好老 但我站在楼道的窗户口 随着施敏的每一句话 大脑逐渐升温 一种从未有过的猜想 在我的脑中迅速成形 怪不得 怪不得江家一夜消失 杳无音信 怪不得整整六年 他都没有回来 我当初怎么也想不通 他就算出国念书 为什么连个消息都不曾有 如今即便不知道戏之末节 单凭那句倾家荡产 我也大概猜得到走向 我转身看着施敏 第一次对他露出真诚善意的笑 你 你笑什么 我常常吐出一口气 学姐 我真的感谢你 你以为江明的隐瞒 是他根本不在意 以为我对江明的喜欢 只是浮于前表 我说过的 你该牢牢抓住他 否则等我哪天回头 你不是我的对手 现在我要回头了 施敏 你没机会了 跨年的机票很紧张 最快只能买到 明天早上的飞机 我唯一庆幸的 是一年前 为了那次世界金融大赛 办了安国的三年签证 彼时我和方舟一同前往 安国参赛 在最终决赛的现场 我在人群中 一眼看见了江明 时隔五年 第一次看见 他似乎比从前更瘦了些 拔高的身材包在一件 极简单的白衬衫里 显得尤为骨感 随意挽起的袖口露出 少时野狗留下的疤痕 若隐若现 他站在大屏幕的下方 神情自若地 看着上一局的分数和排名 在我下意识朝着 他快步走去的时候 看见他转身 进了师敏的备赛间 师敏的队伍名单没有他 他是自愿来帮忙的 这样的想法 几乎干扰了我所有的思绪 占据全部的大脑 直到冠亚军的争夺 倒计时响起 方舟从身后拉了拉我的手 我才从杂乱无章的 想法之中抽身 强行把差点丢掉的理智 重新拉扯回来 回到了自己的备赛间 那一局我赢了 赢得很漂亮 现场的媒体和企业招聘主管 一轰而上 将我们备赛间的门口 围得水泄不通 我透过汹涌的人潮 在夹缝中看见江明和师敏 从备赛间出来 前者皱着眉头 后者却丝毫没有落败地沮丧 像是有所感应一般 临到出口通道的时候 江明回头看了一眼 却又被人群完全阻挡了视线 再一次错过 那一天 一个名为Summer Show的组合 登上了各大经济报刊 回国前的那一晚 我甚至在想 如果江明看见报道 会不会欣慰地觉得当初总是吊车尾的差声 如今也到了不需要让人操心的地步 回去胖子酒店的路上 我叫了一箱的酒 从前我怀疑过的 怀疑胖子是不是背着我和江明偷偷联系 他和我一样不学无数 甚至我还考上了城北重点高中 他才去了个末流 可他高二开学后 突然就变了 发愤图强 拒绝诱惑 伴随而来的 是他期中考里逾越龙门的进步 以及跨越半个世界 寄过来的限量版航空模型 来自M国 不仅如此 他在叫我高一题目的时候 解法让我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当初我只以为 岔生的偷懒解法 也许都一样 怎么简单怎么来 现在看来也许未必 我抱着一箱酒 在胖子开门的瞬间直冲了进去 框框拿出四瓶摆在桌上 关于江明 你知道的 全都告诉我 有任何的遗漏 朋友没得做 登上飞机前 我向江明发 去了新的好友申请 然后关了机 我闭上眼睛 回想着昨夜胖子喝醉酒后 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跟我哭诉 这六年江明是如何度过的 在江家离开的前一夜 他被江富扔掉了手机 强行带走 江家国外的公司也不景气 勉强支撑到他高中毕业后 彻底破产 江富跑了 留下一屁股债挂在了江明和他妈的名下 他妈想过自杀的 被他救下了 从此患上严重抑郁 大一开学后不久 江明就申请了休学 没日没夜地打工还债 直到某个寻常的夜里 他的房间闯进来一群凶神恶煞的讨债人 他那会儿正教我做题 我就看见视频里突然冲进来几个男人 手上还拿着枪 我不自觉地收紧拳头 枪 胖子抱着酒瓶点头 哇啦哇啦说的什么 我也听不懂 我就看着一个人把江阿姨拖了进来 拿枪顶着他的头 另一个人拿枪顶着明哥的腰 然后又开始哇啦哇啦 虽然听不懂 但胖子说他看见江明 从柜子里翻出了一小叠钱 递了过去 后来我就听江阿姨自己说呀 说是嫌他们还得慢 威胁明哥去找更快来钱的办法 自那之后 江明就顶着长青大的名头 一个一个去求兼职 从华人家教 到培训机构 再到公司项目实习自荐 胖子捂着脸哭 他从前多骄傲的一个人啊 为了能留在实习港 被人殴打霸凌 种族歧视都没有办法还口还手 江阿姨说 那段时间他回家 全身都是伤 轻一筷子一筷 最穷的时候 他只买了江阿姨的饭 骗他自己吃过了 实际上根本没有 整整两年的时间 他才一笔一笔 还清江家欠下的债 重新回到大学 我回想起周运跟我说过的八卦 他说江明刚上大四 就已经参与了各大企业项目研发 我那会儿半信半疑 一心以为至少江明的学籍是有错误的 再到后来阴差阳错 竟一次也没有清楚地问过 你知道他那会儿 为什么要教我做题吗 我心里大概有个猜想 因为你高一验学了 研究打扮和变美 不爱念书 我本来烂根一个 他拿限量模型诱惑我 逼得我硬生生坚持了这么多年 他说你一向好圣心强 要是看到我抄你很多 肯定不服气也会追上来的 我抱着酒瓶 看着窗外 灵星的灯光 在这跨年之夜里显得如此寂寥 江明很了解我 也许比我爸妈更加了解 那四年前我进ICU 他也知道对吗 四年前我不小心被牛顶伤 直接住进了ICU 后来才到普通病房 事后看望我的人络绎不绝 但到底没能等到江明的一句关心和问候 哪怕是让胖子代为传达 我那会儿就在想 这个人我再也不要喜欢了 胖子伸出食指晃了晃 No, no, no 他真的很神异人 直到你进ICU的那天 他直接跨了大半个地球回来了 那是他六年唯一一次回来 你在病房里看到的那些玩偶和漫画 都是他让我拿来的 他就在医院旁的宾馆里 和你相隔不到一公里 心里像是堵了一块沉重的巨石 不论窗外冷风如何吹 都无法消解半分 你别看他现在带着光环回来 从前的那股自信早被戳磨磨了 他没想过破坏你和方舟的感情 他就是放心不下 把你交给一个不爱你的人 我知道的 我现在知道了 感国一月一日的早上 我在恩氏落地 寻着胖子提供的地址 我独自来到了江明 在恩氏的房子门口 一栋偏中式的老旧单元房 大门也升了斑斑秀计 这里的租金应该很便宜 我敲了敲门 里面并没有人鹰 借着昏暗的灯光 我背靠着大门一屁股坐下 给江明发消息 你在哪儿过了好久好久 就到我都觉得是不是加错了人的时候 脚步声随着手机震动声一起传来 解开锁屏的那一刻 台阶下的声控灯也一同亮了起来 有时回汤丹国 怎么了 我和江明一个坐着 一个站着 我靠在铁门上 突然鼻子一酸 看着他边哭边笑 而后起身冲下台阶 紧紧抱住了 还在惊疑之中的他 江明 我来找你了 直到进入江明的房子 我才对他在国外的生活 有了实感 不大的房间里 采光却意外的不错 家里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净又整洁 看得出来房子的主人 在努力打理自己的生活 刚从外面回来 家里没烧热水 冷吗 我坐在沙发上摇了摇头 那饿吗 吃过早餐没 我摇了摇头 又点了点头 江明无奈地笑 怎么突然过来了 我起身朝着他走去 闲不够事的又再紧紧抱了抱 感谢师民 感谢胖子 感谢伟大的中国人民 送来的及时雨 江明胸腔的震动 连带他的气息 一股脑传进我的耳朵 急得我有些酥麻的 稍稍放了放 你就这么来 不怕方舟生气 我低头抵在他的怀里 笑着摇了摇头 不怕 他又不是我男朋友 凭什么生气 头顶的声音悠悠落下 那你准备换哪个弹 我退后一步 放开抱着江明的手 点脚轻轻在他的唇边 落下一吻 换这个 江明 跟我谈个恋爱 好不好 细密地吻 轻轻地落下 额头 眼睛 鼻子 最后是嘴唇 既温柔 又浅全 被心跳声占据的耳朵里 传入江明低沉 又柔软的声音 好